刚吃过早饭了 朋友们 休息了一会 这就是这个两位车友不见了 哎 这什么回事 小白 也不在呀 小白在吗 怪了啊 朋友们 小白也不在了 我还去找他拿点菜的 菜在他车上 这怪了 小白和那个车友一起不见了 喂 看到小白没有啊 没有啊 他没在车里吗 没有啊 这么热的天能干嘛呀 那边昨天他跟别人聊天的那个 那个就是叫什么丰田八道 车也不见了 他们两个车都不见了 他俩车 你看两个车也不见了 小白也不见了 什么情况 那两个车他能干嘛去啊 这边不是封空着呢 他能干嘛去啊 就是不知道啊 这就尴尬了啊 对啊 有没有跟我们说一声啊 原来那时候都是开一辆车出去啊 一组两辆车都没有 都走了 我也没注意他们什么时候走 没注意吗 没注意那两辆车 哎 可是小白干嘛去了 我也想问你呀 他去干嘛了 你不是一直在这里吗 他中午还在这睡了一觉呢 然后我就困着了 这么热的车能干嘛去啊 这就是最热了 我刚打个电话吧 朋友们 对 打个电话 朋友们 这夫妻出不去啊 他能去哪里的 一大早 该不是更便跑了吧 不至于呀 啊 但是车还在这里啊 打电话问一下他吧 哎 师哥 你去哪里了 你去哪里了 我刚刚起床 敲你的车门不见了 你到白天了 你 你就等 然后 你去哪里了 我那个啊 就那个半个老乡嘛 那个河南那个半个老乡 他们要走 然后我就送一下他们 正好我在对面 我买的水果 然后等会回来我们分一分啊 你的意思是说 你跟他坐他们的车 跑到对面去了 对啊 我懒得开车了 这回来拿东西 就跟着两个小哥哥就过去了 我还以为他跟别人跑了呢 这差点就跑掉了 不是啊 他们回去 跑对面去干嘛 他们 他们去对面干嘛 他们不去对面啊 正好我要去拿东西 我让他帮我送一下 送到那个对面那个哪儿呀东西 哪儿呀水果啊 他们就给人家跑了 那个八道做的真舒服 不是 他要他要送你水果吃吗 我买的 哪儿呀送过来的 然后我去拿的 然后呢 我又不想开车 从这边到对面不挺远的嘛 还过个寒冬 让他们走嘛 我就让他们送我一下子 你走的时候也不跟我们说一声 真的是 我马上就回来了 我看他们都休息了 哎呀 马上就回来啊 你的意思是说 你去他那边拿吃的了 对吧 我买了水果嘛 然后连那个店老板到对面了 然后送到对面 我不想开车嘛 还要启动 还要热车 麻烦 我就 坐着这两个小哥哥 车就过去了 那那那 就昨天跟你聊天的那个小哥哥 他他走了吗 他车呢 他们都去哪了 啊他们走了 他们走了 就是跟我 就是跟我昨天一起聊天的那个对 他们的核酸到期了吗 就走了 啊他们到了 他们在我今天要消了吗 他们在我今天走 我在我也送送 相当于送送他们吧 他们走的时候 他叫你了吗 他跟你说了吗 他走的时候 是你主动要送他还是 我就问得去 你主动要送他还是 他要送他 啊 我是让 我让他送的 我让他送到 我让他送到 我让他送我到对面 去拿水果的 然后他们再反过来 就 你让他送 就走了 你让他送你到对面 你走不过去吗 这么几步路 等会儿我还得走回来 你这么几步路还要别人送吗 天啊 啊 难道 关键不是 关键我不是想做一下霸道吗 没做过 不是这么简单吗 哈哈 哈哈 你就想做一下那个小哥哥的霸道吧 就这么简单 你就想做一下他的霸道是吧 你就想 你们还可能还加一个联系方式吧 没什么意思 还聊一聊呗 你干脆跟他回家呗 啊 是不是这样 我放着 放着留着留了 待会儿就给删了 哎呀你又 哈哈哈哈 你又来忽悠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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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这个话好几个都不相信 真的 太难了 真的啊师傅真的 我回来了 我马上就回来了 你马上就回来了 你马上就回来了 你不用回来了吧 你就跟他回家呗 别人已经可以走了 我跟人家还人家家呀 人家都是有家的 人家是 虽然长得挺帅的 反正人家是有家的这样 我不行啊 我还得跟着 我不走 我得跟着我师傅走 那算了吧 离不开师傅 拿倒吧 拿倒吧 嗯 真的 等我啊 我把水果了 等下我们一起吃水果 啊 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你什么时候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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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远吗 走去走来 师傅要不要我跟你找一个轿子 把你抬过来啊 啊 要不要师傅啊 你来接我呗 你来接我呗 要不要找个 找个抬的过来啊 我不接我接不了 我也有 我也很累 我也觉得太远了 别人接不喜欢 要不要师傅你来接我 算了吧 我也觉得太远了 你自己走过来吧 不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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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来接我就不远了 回来再说吧 就这样吗 用完都市了 就这样 我又用完都市了 嗯 你在那边好好的跟别人玩一下吧 我知道别人还没有走 我知道你们在那边玩得很开心 你们就好好在那边玩吧 我们回来走了 我就不打扰你了啊 回来了回来了 我就不打扰你了 拜拜 拜拜我不打扰你们了 不打扰你们了 拜拜 拜拜 来了来了来了 哎呀 刚刚吃过饭 一大早 坐别人的车走了 讲的不讲甚 真的是岂有此理呀 怎么还有这样的 那只能说明一点 他很钟情别人 是吧 对别人很有感觉 哎呀 那就这样吧 等他回来再说吧 谁知道他去干嘛了 过一会就知道了啊 朋友们 过一会我好好地问一下他 为什么 是吧 过一会一定要好好地问一下他 看他到底去哪了 真实的 真实的 这一会儿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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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